柔柔 世萌 沒能趕得生 見卡利貝爾最後一面啊 卡利贝尔的意识已经消散,这里也变成了即将消失的无主空间。 你我都不应于此存在,也就无法触碰彼此。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我也很想拥抱你。 我们随便聊聊吧。 能有机会像这样停下脚步,和你放松的聊天,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。 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? 刚才那场战斗可真是够强。 哦,我是说我和戴因。 想不到如今,她向我挥线的时候仍会有所犹豫。 否则我恐怕依然不是磨光之线的对手,五百年前更是如此。 对手。 是啊,命运的之机。 我目前也还没有找到将她的作用完全发挥的方法。 不过我还有时间。 在天里苏醒之前。 从五百年前凯瑞亚灾变以后,天里便陷入了沉睡,没有了声息。 不久之前,你应该也见证了水神自毁神座的事吧。 如此辱墨规则的行为,天空倒却没有任何动作,也可以视作一种佐证。 然而天里必将苏醒,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契机是什么,也不清楚理由会是什么。 算是吧。 你看,就像卡丽贝尔。 她是那么的单纯,和此处她内心世界的空间一样。 简单而又平静。 就连她作为秋秋人时,摘下面具后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也无法污染她的精神。 有些人即便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,也能够治愈他人。 可又是谁剥夺了她存在的资格呢? 当然,这只是一个例子。 我对天里的感情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。 。 莹。 在这个世界,只有你会这样叫我。 。 本来应该有无数的问题想要问你,但现在又忽然没那么想问了。 因为我搞不明白,从一开始就只是搞不明白一件事。 为什么? 为什么? 为什么不能和我继续旅行呢? 我终于在我旅途的终点, 我来到了一个叫做中尽的花海的地方。 你还记得吗? 在很久很久以前, 我们一起在其他星球旅行的时候。 你说,希望可以在宇宙的某处, 找到一片开满那种花的花海。 而那个地方, 那片花海, 就那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 你觉得, 那会是一种巧合吗? 你是说…… 我也很想你, 莹。 但在战争结束之前, 在我得到那个最后的答案之前, 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, 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。 是什么? 我得到个月的大楼, 我不得到一个月。 你和你一样不得到一个月。 你和我一样不得了, 我不得了。 我和你一样不得了。 我和你一样不得了。 也无法留存在任何人的记忆里 一切都本不存在 我们这次的前面 依然如此 是这道主机 在这儿 好困 感觉头还是浑沉沉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